今年是2024年9月19号星期四 今天的大新闻实在太多了 都不知道从何讲起 日本的小孩子在中国被害 应该说日本小孩子再次被害 中国又出现了许多关于月饼的丑闻 到底中国生活是否安全的感觉来自哪里呢 先看一段小视频 设备我俩坐在大厅里闲聊 反正也没顾客嘛 我说咱聊 给呆们说说话 他把这会儿石家庄 网上报和石家庄 那个黄庄是澡庄的月饼拿扯 味道还不错 我问他 我说你这个平时 就是你卖烤肉资助 每个人是多少钱一位 他说59块9 我说大街上59块9多了 都干的人 为啥你这就干不下去了 你这新装修的店 他说不能干了 赔钱 我说人家都挣钱 你为啥赔钱呢 他把我领后厨 让我看了东西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他说买回来 一直也没敢用 以前也没敢 没用过 现在更不敢用了 也不干了 快不干了 怕吃坏人 我说这啥东西 他这东西都显为人知了 谁都大概 大家都知道了 都行列都用那东西 我说啥东西 他说这叫保腹剂 就是 把那个肉啊 燃肉 当时燃肉的时候 放了个保腹剂 一个人再能吃 发量再大 吃点也就饱了 我说这些东西 那不坑人吗 他说那没办法 都这样做 就是人家搁的东西 人家这个59块9 都能干下去 我这就干不下去了 他就这个东西 这么厉害 他说还有啊 还有把那个 砖料 砖料上那种 烘焙店 买那种压缩的饼干 有大那个 大碎机啊 要大碎的 跟那个烤料 把它搬一起 吃的时候 一到肚子里 慢慢一膨化 自然而然就饱了 我说你这个东西 真是学问还大得很 一般人闹不了 这算什么呀 他说我们这是干肉 烤肉类的 如果那干有海鲜呢 那海鲜都已经 闻着味道已经不行了 那还往上上了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那多洗几遍 多洗几遍 沾药里啊 或者燃肉 燃那个 燃料里放点 燃料里放点 那个 要什么东西 药品 我记不清了 反正就为了 吃完之后 就不会坏肚子 哎呀 我是感觉这个行业 真是 清完之后 我以 我是烤肉 我资助 我这些东西 是再也不养去了 吃 吃的 吃完的感觉 后怕 大家伙以后 还是领孩子 少去吃吧 这东西吃多了 肯定是 9月18号 凡是在中国长大的人 包括我在内 都知道这一天 会有很多 反日相关的宣传 都细以为常了 但是把这些 长期形成的观念 转化成行动 而且一年当中 出现三次 针对外国人的袭击 说明中国社会 这个大环境 是出了大问题啊 一样的道理 现在社会上 出现的 无差别袭击多发 甚至针对官方人士 包括城管 警察 法院的 暴力复仇事件 多发 说明中国正在接近 我们看不见的临界点 这个临界点呢 是不可测量的 用多少历史事件 和经验教训 都很难预测 中国经济 什么才叫见底啊 或者很多人盼望 这个体制 什么时候会解体 虽然不可测量和预计 但是大家都能明显感觉到 现在的情况 叫做干柴烈火 任何风垂草动 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 造成中国社会的动荡 从我们个人来讲啊 这是一个新的 没有见过的大形式 从统治这角度来说 也是一个用传统的独裁理论 很难弄懂的一个困境 毕竟现在的科技发展 国际形势 天灾人祸 中国百姓通过各种途径的 大觉醒的速度等等 都是前所未见的 要想维持统治呢 中共就必须无所不用其极 对社会进行高压 全面覆盖 生怕漏网一个大事 一个人物 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所以对军队和各级政府 和各个行业的不断清洗 短时间是停不下来了 很可能会持续到 习近平走到最后一步 通过他不断提拔上来的人 又不断的被拿下 我们可以想象 有一天习近平会对某一个人 或者某些人完全相信吗 他可能会有一百个理由 为什么他提拔上来的人 可能会反他 中南海的乱和中国社会的乱 都是对应的关系 中国在逐渐走向失控 换句话说 中国现在出现的问题呢 想要扭转 已经不可能了 表现上都已经看得很清楚 中国这几天发生了什么 如何解读呢 先进一段小广告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现在的网络很乱了 我们的邮件信息 银行账号 信用卡密码 随时都有被盗用的风险 甚至一些国家政府机构 也在盯着网民的网上活动 黑客呢 更是无孔不入 今天呢 再给大家介绍一款 能够保护网络隐私和上网安全 速度快 服务稳定 不易被封锁的VPN 松鼠VPN 英文啊 叫做Scraddle VPN 传统的VPN呢 通常都采用固定的伺服器和IP地址 一旦在某个国家或者地区被封锁了 服务就会中断 与传统的VPN不同 松鼠VPN呢 几乎没有被封锁的可能性 因为它可以动态地查找全球的节点 只要能查到一个可用节点 就能访问整个端对端网络 连接速度超快的 不单是跨地区 在串流平台上追剧 打游戏 就连观看体育赛事 您都可以享受到毫无卡顿的畅快体验 有的粉丝就反映 其他的VPN都不用 只买松鼠VPN 松鼠VPN还极度保护用户隐私 不会收集 保存和贩卖用户浏览记录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感兴趣的观众呢 可以点击说明文里的小木谈贴专属链接 用邮箱注册账号之后 再购买下载 购买时啊 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拼音小木 就可以享受专属优惠 现在人气最高的是一年计划 算下来啊 每月不到6美元 就可以拥有一款稳定快速的VPN 这个价钱是超值了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 一名就读于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童 在上学途中遭到一名男子迟到袭击 很遗憾的是啊 男童送医后 今天凌晨抢救无效死亡 昨天上午啊 这个男孩在母亲陪同下 去日本人学校上学途中 遭到一名44岁中国籍男子迟到袭击 男孩当时正坐在母亲骑的电动车上 在距离校门大约200米处的人行道上拒袭 孩子在母亲面前被杀 这简直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了 男性嫌犯当场被拘捕 但是袭击动机向未披露 对于成年人的袭击当然也是应该被谴责和受到法律惩罚的 对于孩子的袭击更加是人神共愤啊 你从任何角度都不能把这种行为正当化 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你很难想象日本政府和个人继续对中国抱有任何幻想 变成友好邦国了 继续扮作没有事情发生 从核处理水事件后 日本民众被骚扰 没有人被惩罚 铁头事件没有因为他做的事情被惩罚 多发的中国游客在日本犯案逃回中国 没有人看到这些人受到惩罚 至少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啊 上次袭击日本校车的人 没有得到透明的合理的报道和解释 现在再次发生 我们将心比心 如果你是一个日本人投资者 或者现在在中国做生意的日本人 你会如何想呢 中国当地的日本侨民极度恐慌和不安 深圳市日本人学校更从18号开始临时停课 由企业主管证实 以携带家眷到中国上班的日本员工为核心 不安情绪正在扩散 一名日本企业受访者坦言 现在只想要尽快离开中国 已经非常脆弱的中日关系 被推向不可逆转的情况 中共的反日宣传彻底成功了 成功到他们想要挽回都很难再挽回了 中共一直在用弹性政策在处理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 紧张的时候天天新闻联播在骂 想要扭转就找专家出面 说美日是我们的老朋友 什么坚如磐石 坚决反对恶意破坏等等 我们看到他们的宣传经常左右互搏 不可理喻 因为本来就是宣传需要 当时的政策需要 现在哪里还有左右互搏的空间了呢 日本在下一个财年的预算申请中 为在中国校车的安全费用拨款3.5亿日元 日本将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校车上 配备警卫 保护3305名学生的安全 其实不光是学生 日本政府在上次袭击之后 就鼓励日本人 不要在公开场合大声说日语 这会让很多日本人不解 都已经这样了 为什么这些日本人还在中国呢 没办法 暂时还是不少日本企业 业务都还在中国 生意不能马上搬走 日本人讲人道 大多数公司都会让家人 跟公司员工一起在国外生活 并且提供充足的生活保障 我知道有的公司 连油盐酱醋都定期从日本发货 给公司日本员工发放 现在中日关系接近冰点 同时让日本跟其他盟友的关系 是迅速升级 我在东南亚就看到 有非常著名的日本商店 把台湾产的水果 食品什么的 放在自己的店 跟日本商品一起售卖 我也看到Disney Plus中 也有Made in Taiwan的分类 想看台湾剧 一下子就能找到 这些不都是中共逼着 让人家和谐共处吗 生活中处处可见的改变 以小见大 我们都能感知到形势的变化 你说中国对外国人是否安全 这个答案是明确的 就看看北上广深 以前外国人群聚的高档住宅区 哪里还有人了 跑光了 现在美国人日本人被频繁针对 尤其是对孩子的攻击 中国是不是世界最安全的国家 肉眼可见 另一个让人对中国安全问题 日渐担心的案例 就是中国的食品安全 视频开头提到的自助餐里添加的东西 直接毁人的三观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在东北的家乡 刚刚开始流行的自助餐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 给一点钱随便吃 这是不可想象的 尤其是对我这样穷人家里的孩子 平时吃不到好东西 一旦给我放到好吃东西堆里 大吃特吃 生怕糟蹋了那笔钱 一定要吃的超值 这可能也是很多中国人家庭有过的经历 当时城市里开了几间比较有名的自助餐店 有的生意红火些 被其他店家妒忌 当时是没有科技于狠活 对手店主就拉一帮农民工天天去他们家吃饭 农民工干活之后的饭量惊人 天天去吃谁也受不了 直接把这个店弄趴下了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现在听到店家用保护剂和压缩饼干来对付客人 让人吃不下东西 不知道保护剂的原料是什么 吃了对人的身体健康有何危害 但是这种可怕的文化的流行由来已久 更毒的东西也多的是 对于经常在外面吃饭 或者经常叫外卖的人来说 身体体质变差 甚至致癌的几率是大大增加 一个是中共这么多年 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的道德信仰体系 好人被惩罚 坏人当道 比比皆是 让社会主流风气是迅速败坏 再一个是公权力的不作为 让偶尔曝光出来的案件 也不能得到根治 甚至官家企业和学校还被包庇 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 中国食安问题就剩下两个字 无解 我上次视频提到 有网友的月饼掉在地上 蚂蚁吃了会死 从多年前到现在 不少人在社交平台反映 食用的月饼中 还有脱氢乙酸钠添加剂 根据中国视频网报道 这是强防腐剂 长期食用会造成人体器官和系统损害 这种添加剂 在中国的饮料 糕点等行业 使用超过20年了 外国人早就不吃了 多年前 中国重庆一名市民意外发现 他无意间保存的两口月饼 竟在三年内未出现霉变 这些月饼的外包装上 清楚标明含有两种食品防腐剂 山梨酸钾和脱氢乙酸钠 对此 月饼生产商承认 确实使用了防腐剂 但坚称其含量未超标 并称对月饼三年不服的原因不清楚 今年8月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发布了三道紧急召回令 原因是检测中发现中国月饼中含有韩国禁用的防腐剂脱清预算 被召回的月饼均来自中国沈阳道乡村食品工业公司 这家公司享有中华老字号的称号 在中国市场广受欢迎 然而被外国认为是有毒食品就地销毁 2025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将正式实施 中国才说这种添加剂被禁止添加到月饼中 新版标准删除了脱氢乙酸钠 在淀粉制品等食物中的使用规定 如果不是境外势力帮了中国人一把 这不还在吃吗 今天反日明天反美 看看这些国家对食品标准高的要求 让多少公知做了无数的科普视频 告诉中国大众不要被中共骗了 人家国外是这样这样的 然后来倒逼公权力采取行动 你说中国人是不是被境外势力给救了 大闸蟹要靠香港人告诉我们其中的猫腻 最近新加坡也发现中国产的醋细菌超标等等 在外国的中国人被提醒 在国内的中国人也纷纷要避开这些有毒食品 中国是没有食品安全局吗 他们在干什么呢 食安问题的解决大家也都知道 只有中国官员跟百姓吃一样的东西 才能彻底根治 正因为他们不可能吃一样的食物 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吃特供 这么多年过去了 政府有要改变吗 别说改变了 有官媒透明报道来讨论中国食物的双轨制了吗 不行 这才叫特权嘛 没有特供哪来的特权呢 所以我们才说无解嘛 与中国普通民众食用含有脱青以酸钠的月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近日网上流传的一张中共高官特供月饼照片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图片显示 这款月饼的包装上标注品为人民大会堂手工月饼 其保质期为密封40天 开袋后需尽快食用 包装袋底部详细列出了各类口味月饼的配料 包括小麦粉 白砂糖 瓜子仁 黑芝麻 麦芽糖和植物油等 未见任何食品添加剂或者防腐剂的成分 我们这才知道 一个正常的食品 原料栏目是可以很短的 去到那些根本就看不懂的化学成分 原料一栏 一行就可以写完 包装袋尾部 还有一行小字 明确注明该月饼为中共内部定制食品 禁止在市面商超中销售 大家看到很多网友测试月饼 香肠 这类大家的日常食品 就让自家的狗去吃 狗都不吃 在这一点上 动物比人灵敏 中国百姓天天吃 在9月17号 中共的机关刊物求是 发文赞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但是忘记关闭评论区了 评论区可谓是花式骂人极锦 给大家看几个截图 热闹热闹 日本政府派保安在中国保护日本的孩子 现代文明中 除了中国 有哪个国家的脸被在地上摩擦成这样了 还什么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中国人被哈马斯害死的时候 在乌克兰被俄罗斯炸的时候 疫情期间滞留国外的时候 没有人来保护我们 一场疫情 让无数中国人下定决心要换护照 现在甚至更多中国人公开出来声明 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 当年被动向他们宣的事全部作废 这样的党还想让我们把青春献血生命献给他 大家早点自我解读 早点人间清醒 古文曰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啊 经过太多苦难的中国人 只有早日自省和自省 也许才能更配得上中国的未来 好了 喜欢这个视频 希望各位订阅打开小铃铛 继续帮助把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想要赞助小梦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通过超级感谢打赏赞助 这里也非常感谢一直在慷慨赞助的铁杆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去描述栏的赞助链接啊 定期支持小木 帮助我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了 因为有你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生日月 继续做耶 ون interaction 费